羽球一哥周天成帥氣站台運動品牌新品發表會 活動中示範跑步的肌力訓練動作 小天透過接觸不同的運動開創更多可能性 像是近期他就藉由皮拉提斯來加強肌球精準度 皮拉提斯訓練或是螺旋訓練 其實大家都在做那種大力量訓練 其實你能做到多壯呢 就是說你這種控制才是就是羽球的最精妙的地方吧 就是你必須要控制好打到裡面 而不是誰打得遠誰贏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會是我現在比較著重的地方 備戰東京奧運的重要一年 除了找到適合自己的進步方式 奇招激勵也不可少 像是中國羽球隊就在練習場貼上假想敵 小天和小袋都上榜 看到對手如此用心 一哥也提醒自己上進發條 我覺得蠻榮幸的 能被人家變成主要對手 可是說實在的人家就是想盡各種方法要擊敗他的敵人 這會讓我更加的警惕吧 因為他們一定會做更多的準備 那我自己也是一樣 後面比賽比較多 那希望自己比賽代訓的時候 可以維持或是更精進自己的狀態 BWF公布本週最新的世界排名 周天成重返生涯最佳第三名 下週他將前往印尼公開賽 接著陸續出征日韓等賽事 希望透過高強度對決維持最佳狀態 YTV新聞 黃仁航 王敏妍採訪報導